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學測的考題 那這個學測指考呢 會考到的部分呢 這有關於波動的部分 我們一次把它解決 他說儒圖呢 是一個向右傳遞的神波 在某一個時刻呢 這個繩子各點的位置圖 就是現在這個圖 他想問你說 經過四分之一周期 乙會移動到哪裡去 那經過二分之一周期 乙會移動到哪裡去 好 來各位 這個每一個題目 他一定要考你一個核心的概念 這個題目他要考你的概念就是 乙並不會跟著這個波 跑到前面去 這個乙只會上下震盪 他會從最高先到平衡點 對不對 等一下從平衡點到最低 好 再從平衡點 再從最低呢 回到平衡點 再從平衡點回到最高 所以乙是上下動 所以答案絕對不會是丙定物 這些點 也不會是假這些點 那乙呢 如果經過四分之一周期 他會跑到哪裡呢 那他是不是先到平衡點 好 再到最低 再回來 再回到最高點 所以四分之一周期 剛好走到怎麼樣 走到平衡點 所以平衡點要選什麼呢 平衡點應該要選這個b 他正下方y等於0公分的地方 所以經過四分之一周期 他會怎麼樣 跑到他正下方 這個y等於0的地方 那第二小題 如果經過二分之一周期 乙會移動到哪裡去呢 好 那如果經過二分之一周期 剛好跑到最下面 最下面要選什麼呢 要選這個a選項 他正下方y等於負四公分的地方 好 那我剛剛講 這個題目是要考你 這個指點呢 他只會上下動 而不是跟著這個波傳遞出去 所以答案絕對不會是d或1這個條件 那這一題其實相對來講比較簡單 好 概念性的問題讓大家這個熱身一下 來講解一下